那我要合併的話呢 現在是合併到我們的第一季這個工作表 可是我們假設不是 我們現在是這樣合併過來 可是我現在要換一個方向 就是一二三月呢 幫我合併到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呢 裡面也許是SS 裡面有一個叫第一季的工作表 我要把一二三月全部都幫我把它放 裡面也許是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把它全部合併 的話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也許跟前面類似 就是說第一個 回圈都有了 不過這個時候特別重要 如果說你要把資料搬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如果你用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就不OK了 為什麼因為錄製聚集裡面你複製 資料庫貼上 好像沒辦法 貼上的話只能貼在椅製自己裡面 如果你要 那如果你要放資料庫怎麼辦 第一個錄製聚集修改 就行不通了 對不對 所以要變成要第二種 還是要用VVA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呢 反正一樣 先跑個回圈 抓到那一列的資料 再把那一列的資料呢 放到一個SQL語法 那個SQL語法裡面好像第二次上個 上個禮拜講的 用SQL語法裡面 Insert into 這個語法 我有跟各位講過 SQL語法裡面最重要新增資料 Insert into 後面的話呢 你要告訴它哪一個table 就是那個資料庫裡面的table 那資料庫裡面的table 你需要建一個第一季的table 就是那個資料表 後面加什麼 資料表後面加欄位 然後Values 就把你抓到的那個五個資料 這一筆資料有沒有 五個 放在後面 然後讓什麼 讓ADO 如果將來我們在Excel裡面 就讓ADO 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這一筆資料 寫到那邊去 那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完下一個之後 再換二月 再換三月 所以等一下 如果我們要練習 完成這一件事情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個也有點簡單的複習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大量的工作表 要一次性的 把它全部轉移到 資料庫裡面的話 該怎麼做 OK 其實也類似 不過之前好像只有一個工作表 現在是有三個工作表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然後等一下的話 我們最後再講一些資料庫 因為時間可能沒有很多 所以講的動作可能會稍微快一些一些 不過相關的東西 雲端上都有 你可以從雲端上 也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除了 酱油